好了 回來了 現在就講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就是 在羅馬尼亞發生 羅馬尼亞 他較早前 就抓了一個網紅 其實那個也是一個人渣 就叫做Andrew Tate 叫做安德魯泰特 這個安德魯泰特 以前是做什麼的呢 他應該是打MMA的 他也是一個 一個跆拳道運動員 他轉了去打MMA 如果我沒有記錯 又好像有打泰拳還是什麼 總之就是 一個網紅 好了 也多謝周蕭你的支持 滴丁就說 玻璃珠修一哥禮物 是不是在街派人人有份 不是 你可以去看他的Facebook 其實 我就告訴你 現在這樣做事 我真是 歪了 頭 他撐警 你可以送禮物給他的 原來是這樣的 為什麼他做了社會工作 撐警的社會工作 就可以收到一該的禮物 我不想說這些 本來 其實說真的 在香港 有些事情 你這樣做 我看見 覺得 一定 你遲些就被人借 一些衣服 炒獲勁了 其實 現在 那些人 還沒出來說 其實 有時候我看得很不開心 就是這樣 不過 有些事情 就是 我個人 就是衰的 看到不妥的事情 一定會出聲 有些事情 我沒有辦法 不說 其實 都是要說 真是 真是 沒辦法了 本來不想提這件事 我也提了 本來沒有打算提 那 那 就是 朱永生就說 都不能夠這樣說 那個 之前涉嫌犯了國安法的阿布泰老闆 現在 趙養可以跟陳茂波 開心合照 所以 男友 趙養可以說 香港趙養是王道金的 那 對不起 如果他是去一個 就是這個阿布泰老闆 去一個 會議那裡 陳茂波也有去的 大家一起去拍照 公開場合 沒有問題 現在 事情是不一樣的 現在 董達老闆就說 這個禮貌是什麼 如果是爬老闆整了奬牌 感謝 那些 應該很多人都有 那 我就不知道 具體是什麼 就是 具體 那件事 是怎樣 我不知道 就是 很軟 老實說 就是 究竟他 那份東西是什麼時候 收到的 真實實 我也不清楚 但是呢 我就看到這傢伙自己貼上自己的Facebook 他就說多謝一哥的禮物 就是這樣 老實實 究竟那份禮物多送 我都不知道 老實講我看到 那份禮物 它上面有簽名 有一哥簽名 四天之前 Dear Bonnie 什麼什麼蕭 蕭先生 是不是 那份是一份月曆 還有列士封 老實講 這些東西有沒有問題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有很多人喜歡了 我現在特意拿出來看 才知道是什麼 我都打算說他 不信 你不信就去看看 對不對 那 那 所以我覺得 某KOL 吹大了一哥的禮物 不是的 是一哥的禮物 因為一哥有簽名 還有寫Dia Bonnie 所以他沒有吹大的 沒有吹大的 哪吹大沒有吹大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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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特別關係 沒有的 這個沒有的 他說多謝CP 就是多謝一哥 寫得明白 老爹抓不到他 是PR 那Mavisman就說 是日曆利是風 是PR 只是 但是他有簽名 Dear Bonnie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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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看到 其實我也看到 我也覺得奇怪 你們搞什麼 荷里旭就說 就算獎牌 他也沒有資格拿 經常犯法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是告訴你 現在可能是不是 一件事就是 他如果不犯法 警察哪有事要做 哈哈 所以 要Dear Bonnie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唉算了 有些事情我也免得說 看到這些事情 真的 回到說羅馬尼亞 那些人先 看到你們說 我又沒有辦法 不回應 我專程說 羅馬尼亞 他本身不是 羅馬尼亞人 這個Andrew Tate 這個Andrew Tate 其實 他是 我們都叫British American 其實 在大西洋兩岸 他都有身份的人 他這個人 也是 在他的社交媒體那裡 為什麼說他是網紅呢 就是 他經常都是 做一些厭侶的行為 小南就說 警務署和警務署長是兩回事 頂他的掣 不是 問題就是 真的發給他 寫著 Dier, Bonnie,什麼,什麼錢 是一哥送給他 真的 是搞笑的 小南 我是認真的 你可以去看 他還要去FellCP 要多謝一哥 寫得有名 是一哥送給他 哈? 那... 我不知道啊 那... Powtay說哈哈 與歷利是豐這些每個政府部門都會派給人 只是有一哥簽名 不過可能是某KOL 捉一哥簽名哈哈 我不知道啊 他不是說他寫著D at Bonnie 哈哈哈哈 很多人都看到 很多人都問我 其實這件事我也不想說 很多人都問我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一個職犯 罪嫁職犯有禮收的 接著荷里旭就說 最壞是寫D at Bonnie 是啊 很親愛啊 我不是想解僱這個議題 沒有必要解僱這個議題 本來只是說開又說 你們說開又說我 又說 好了 也感謝Patrick Wong的支持 如果由志及興是這樣的 那些人有沒有信心 我也想問一下這個問題 由志及興是這樣的 原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很難給人信心 我講句實話 為什麼有時候我們都會說說 不同地方的壞事 就是不同地方都有壞事 那MavisM就說 這個是PPRB名單 叫老闆簽 如果是就大煲領落 都不知道那BONNY是誰照簽的 原來 原來 罪嫁我很多 夥記捉過他很多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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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捉過很多次 因為我有事情做 所以特地要寫一封 多謝給他 Dear Bonnie 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追加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厲害 哈哈 一復了他 其實我就說 這些根本就不妥的 那PPRTayne就說 你打斷了我講 這個 Andru Tate 不過不要緊 erased我已經由講了 那 他發尋 tik Sales 全部切齊 密耳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他 但是 你從來沒有見過他 就一定要知道他是身份 對吧 哈哈哈 對嗎 就是你知道 他身份 rigt級是被人 它不認識 Hasta 他是長官 和Madam而已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啊 寫英文 哦這個英文親不用法 你簽了名字 蔡沙利就說 其實那些禮物是經文關係早派 很多人都有 是啊 TTV就說這次都算害老闆 喂 當然是害老闆 現在那些人都還沒炒熱這件事 我告訴你 我也廢話說 我就是看到那些人問我 為什麼會這樣 我都回答不了你 為什麼會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唉 Judy KID就說 可能一哥都不知道Bonnie是誰 不過如果知道是哪隻豬的話 都不會簽 我不知道啊 但是簽了 哈哈哈哈 是不是簽了啊 哈 那荷里翁就說 我改了一個名字叫Bonnie 是不是都有一哥簽名禮物 哇哇 我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 這些是禮物禮物 我不懂啊 真的好坦白說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多謝Patrick Wong你的支持 好 有些怎麼知道 我真的知道 我看到就說而已 是不是呢 啊 那 那Mavrik Wong就說 變成了警察 那他又不是賊 現在你說他不是賊 他是追走駕駛 他不是賊 追走駕駛 不算是賊的 哈哈哈 Mavrik Wong 追走駕駛不算是賊的 那我會害死人 不過他又沒有害死人 哈哈哈哈 哈哈 那 那 那 Camp St. Lo又是你說的 什麼豬 是啊 我是說的是什麼豬 是啊 喂 如果說真的 這樣搞呢 其實真的不好 哈哈 我本來不想說他 本來是說Andrew Tate 這樣的壞人 不過很多人都不認識Andrew Tate 現在我就告訴大家 這個呢 就是在英國和美國 都是很Hit的網紅 他就有很多年輕人喜歡看他 為什麼呢 他身邊經常有一堆美女在這裡 這傢伙 不是說笑的 他就說他在英國和美國都沒有言論自由 為什麼說他沒有言論自由 英國和美國其實就不准說一些侮辱女性的事情 其實就 就是說他講了侮辱女性的事情 都被人X的 這個Andrew Tate 哈哈 哈哈 你說美國和英國為什麼會有這些人呢 其實他們現在很多時候 那些男人 沒有東西在一起 或者 對生活 有一些很沮喪的挫敗感 其實有些人 這個是很嚴重的 那Bonnie就問 沒有姓氏啊 是不是寫給我 不是說送了給另外一個Bonnie 可能是 本來應該是送給你的 Bonnie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一節說得很亂的 不過也不要緊 他那時候就說他要搬去羅馬尼亞 那時候就說 我都沒有自由啦 在英國和美國沒有自由 他要什麼自由呢 他就要 有打女人的自由 有老強女人的自由 哈哈 還有 又喜歡上哪個女人的自由 都要上哪個女人的 這個 為什麼他會成為網紅呢 那就是他搬好車身邊有很多美女的 其實是 哈哈哈哈 好多的 那輝 人類美的共同體 他就說 藍營已經成為特權利益集團 如果真的有特權利益集團的話 就很嚴重的 我都說 是不適合的 因為有些事情 他老實說 那滴滴就說 爛營不會炒 那 還當輝煌是跡 那 那 Nate Weaver 就說 今屆政府 很流行 只是叫名字 我不知道 他就這樣寫 Dia Bonnie 當然是 Judy K.Y. Lee 就說 印度好像適合他 他去了羅馬尼亞 因為他那時候有個理由 他就說 超 去羅馬尼亞 如果我跟一個女人上了之後 那個女人 他反口 他就去警察局 告我 老強 那 他老強 警察就會問第一句 有沒有CCTV 那 沒有就 收皮 是不是 那我就安全 誰知道 羅馬尼亞那邊 其實 他不明白一個道理 羅馬尼亞那邊 就是 這個地方有錢也沒有用 為什麼說有錢也沒有用 他有錢的話 你隨時沒有勢力 他隨時被人掏了錢 因為 這是羅馬尼亞這個地方 我不是 專門要抹黑這些東歐地方 有些人說 你專門抹黑東歐 整天都說俄羅斯 東歐那些地方很壞 你真的要明白一件事 羅馬尼亞這些地方 本身就是很多罪犯 除了羅馬尼亞之外 他說阿爾巴尼亞這個地方也是 東歐地方有很多這些東西 那你說 那你抹黑他們 不是 他們的法治水平 是低很多的 事實上是低很多的 羅馬尼亞也好 阿爾巴尼亞也好 那些也好 那一頭 東歐地方 他們根本 很多東西是很不妥的 你以為你有錢去到大 人家採你的生芒果 你說有錢可以請律師嗎 不是的 現在羅馬尼亞 直接是告他 販賣 女性 告他 他有沒有販賣人口 我認為 這個人衰極也沒有販賣人口 說真的 我不是說要為他辯解 但是 從看到的證據來說 他是沒有販賣人口 但是他有沒有 聚在一堆女人 在那裡 就是 喜歡見到誰對 就上去 他當然有 這個人是有做這些事情 那他是不是有錢 他是有錢 他有很多間靚屋 有很多部靚車 現在 基本上 羅馬尼亞 將這些東西全部收歸國有 應該很快就 這些就是 他這個人 有些事情是很厲害 可能打架很厲害 賺錢也算很厲害 還有 在網上做到一個網紅 他也影響了很多年輕的男人 其實這個人 就是 按摩到不得了 那 Camp St. Lo就說 Camp St. Lo留言 什麼 什麼 豬條仔 好像沒有做指揮官 去了 特首辦做公關 那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夏普普就說 寫了一堆勞氣 就算是新書發佈會 也會有親筆簽名 但是 我告訴大家 有些事情 你根本 名單上 就不應該有些人在 就是我講句實話 你想一下就知道 你會不會 就是有些 以前 我的粗淺的看法 以前 會不會有這些事情 出到來 我就認為不會 以前是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現在就有這樣的事情 就是我的看法 Cowley 30 就說 不用抹黑羅馬尼亞 那些吉卜賽人 已經令到 這個羅馬尼亞 很壞 那些明星 兩兄弟都被人告他 販賣人口和老強 最初就說 沒事 最初就說 我們在英國 美國沒有言論自由 我們去到羅馬尼亞 有了吧 人家就馬上拘捕了你 在外國 有些事情 是沒有自由的 在英國和美國 有些事情是沒有自由的 胡亂罵女人 說女人很低賤 那些 現在是沒有自由的 是沒有這個自由的 但是沒有這個自由是對的 不是什麼都說得才是有自由的 是不是 就是 你在公眾地方傳播一些 滅視女性的訊息 是不合適的 其實現在 還有就是很多標 他有很多漂亮標的 這個人 因為他 一個成功人士 要有三個東西 漂亮標 漂亮車 漂亮屋 一定要有這幾樣東西 他給人的感覺就是 他一個成功人士 現在 羅馬尼亞說他 販賣人口 就是 我覺得這個人 很難做到販賣人口的生意 就是我操錢的看法就是 因為他太喜歡那些貨 就是他太喜歡那些貨 就是他太喜歡那些貨的人 做不到這些生意 分分鐘本來要運貨 譬如說 販賣人口那些人 我這個是說罪犯的心態 如果我會被他販賣人口 我怎麼會住在他家裡 其實這個人 其實他壞了 就是壞了在什麼呢 就是壞了在 他自己的無知上面 沒錯 英國美國那些是有很多限制 不讓你說的 有些事情 禁了你 比如推特之前 就是禁了他 Instagram也禁了他 因為你說的那些 不合數 當然不讓你說 是不是 你說了 其實 其實基本上 就傷害了很多人 他就不讓你說的 那些社交平台 然後說 這個英國美國沒有自由 現在就讓你試試 在羅馬尼亞 你有多自由 他這傢伙真是蠢 那隻豬 就是為什麼說 那隻豬 就是你有這些行為 其實根本 全世界都未必會接受到這些行為 真是老實說 就是如果你說 有些人被他老強 本來說沒事 就是你 這麼大的事 你出來說 去羅馬尼亞就沒事 羅馬尼亞才有真正的自由 當地的政府 他一定會做些事情 就是你不要以為 當地政府被人說了這些事情 之後他什麼都不做 分分鐘告你更重的罪 是一定告你的 你說這些是自由 那 其實在羅馬尼亞 Sorry 都沒有這些自由 都沒有這些自由 哈哈哈哈 即是他這個人 即是他 影響了很多年輕人 即是其實他已經是一個 西方國家認定了的國家安全風險 其實是 那 雖然 Elon Musk的含家祥 他買了推特之後 就開了Andrew Tay的戶口 他很瘋 其實 在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澳洲 新西蘭 加拿大也好 其實教書先生已經叫我們警惕了 即是 會寄信給家長 要警惕一下 那些小朋友有沒有看這傢伙說話 因為這傢伙 令到很多 即是未成年 甚至未成熟的男人 對女人有一個 即是 不恰當的看法 即是當女人是換物一樣 這傢伙是 不好意思 我不想說錯了 但是這傢伙是一條陷加牆 他還有 之前 他在TikTok 他 有幾多view 是有 116億view 全部都是罵女人的 多嚴重 是嚴重到不得了 其實就是這樣的 他這個禮拜被人拘捕 他就把那個瑞典環保少女 其實 其實 瑞典環保少女 老實實 她自己 說環保的事情 很多都是說一套做一套 你用這個觀點去說她 就無所謂 但是 你 即是去攻擊這個 瑞典環保少女的性別 喂 這樣不適合 是不是 整件事都不適合 有網友就說 加時 我也不理 因為不好意思 因為我有責任感 其實我也要說回 我個人有責任感 就是 如果 這節目斷了 我一定會補一些時間 其實就是 Kitty Mel 她就留了言 她就說 怎麼會不知道是她 她經常帶孩子出席警察的活動 不說 以為她是大屎 所以 現在推話 不認識 所有人都收得到 我就告訴你 是死定的 而且她在Facebook那裡分享了 現在這件事沒有人理會 其實遲些有人理會 還會炒得很嚴重 我不會炒的 我只是說說 RitterUMM就說 2018年的時候 去東歐 旅遊巴士都被屈六萬港元 拉鋸四小時才能過關 其實是很麻煩的 空偉詩就說 西方都有這麼厲害的男女歧視問題 其實就是因為 有些女權分子又是過分了一些的 說真的 有些女權分子也是過分了 結果 就有些極端 就是 一旦去到極端 一旦去到極端 另外一旦就會有些極端的事情反誓 其實 從來都是這樣的 所以就不要說 我在這裡宣揚這些事情 不是 我在這裡說 就是 你最好不要社會 他就隨便一方走去極端 隨便一方走去極端 你要拉回去中間 大家都溫和一點 就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Johnny Wong就說 環保少女自己都流地 他在說環保的議題上 他實際上是不懂的 我們在這裡說的 他實際上是不懂的 還有 他自己說一套做一套 這也是事實 他叫人環保 但是他自己就好 這是真的 對不對 Camp St. Lo說 所謂的瑞典環保少女 已經不是少女 大過女兒了 別人都叫他環保少女 不理他 其實就 我講到這裡 其實就 還是要講一下 這傢伙現在 有多久風流 有多久折朵 他在羅馬尼亞 分分鐘就要坐很長時間監 這傢伙 而且美國和英國政府是不會救他 是一定不會救他 因為 這傢伙 已經是人衰 ex 臭 沒有人鬥 這個Andre Tate 現在很多人 其實 為什麼會聲討這傢伙 就是 有些人在TikTok那裡 截了他的視頻 在WhatsApp那裡 或者Discord那裡傳這些信息 其實 就是很大的影響力 就是 有些 這樣的 我的看法 人渣 本來社會 就不應該給他這麼大的關注 但是 他就很懂得吸眼球 他就弄到 很多人 很多人都說 你說得對 我們男人應該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就好 麻煩 好了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老爸 就說 國內極端女權也很厲害 後來跟港獨搞在一起 才打壓下來 現在不久都出來搞一會 其實 只是這麼說 所有事情去到極端都是不對的 但是你說到基本 女性權益 應不應該跟男人一樣 這個是應該的 還有就是 男人和女人應不應該平等 這個是應該的 但是 如果你說平等的話 你就不要說 男人要風道什麼 就是你好像澳洲那樣 平等就對了 就是 女人都去超級市場 買東西都會抽一大袋東西 如果你要平等的話 就要勞動 各方面都要平等才行 如果你是追求平等的 對不對 你要有同等的義務才行 就好像空威斯說的 這個是 你要有同等的權利 要有同等的義務 Cavis Insomnia就說 我上次都是女人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也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 社會就有很多人覺得有問題 所以 這些人渣網紅 就是看到勢子 看到勢子出來搞的 9K88就說 英國也有很多羅馬尼亞的吉布塞人 那麼 這個人 他自己是愚蠢的 其實 其實那些平台不讓他亂說 不讓他亂發佈 其實是為他好的 一直都是 因為其實 很老實說 你說這麼極端的東西 其實是會造成一個社會不安定的 這些極端的東西 其實是不應該被人說的 很老實說 就是你極端的思想 其實是會很大的問題 對社會帶來 大家都知道的 朱永鑫就說 看他的播放量 可以看出西方宣傳的所謂 男女平等有多平等 西方一樣有很多重男輕女 問題就是 西方很想做到男女平等 但是做不到 而且是有反誓的情況 就是有這些 Andrew Tate 這些人出來 不過現在很幸運 我覺得他自己 就死在自己的愚蠢手上 你在美國和英國 你有錢的話 你被人告 你找些好律師 都可以頂得住 很多時候都不用說 就是監獄受的 但是 你去到羅馬尼亞 這個地方是有錢 都沒有用的 事上是 就是 你有錢 都當你採用那些生芒果 那些人是 還有 其實現在還爆了一件事 就是 他的前保鏢爆了 他就說 有些女人 黏在Andrew Tate 那裡 就想著 可以做他下一個老婆 其實 這些事情 女人都有份搞出來 這些 大男人主義的人 女人有份搞出來 你不要以為 女人沒有份搞出來 女人有份搞出來 就是 有些女人是特別喜歡 這些 有暴力傾向 或者是 很吸引人的 壞男人 這些是女人自己有份搞的 所以 這個Andrew Tate的保鏢 就出來說 這些女人是傻的 別人當然是吃散餐的 怎麼會娶老婆 其實 你在香港也看到一個情況 有些類似 花花公子 有很多女人 但是 說明花花公子 當然是吃散餐的 你真的有這麼大的魅力 可以讓一個經常吃散餐的人 可以每天吃住家飯嗎 當然是不可能 對不對 說到這裡就算了 Line King 88就是我媽媽 每個人媽媽都是女人的 但是 有些人就是很歧視女人 所以 其實是很不適合熟度的 說到這裡就算了 休息一會 回來再說說其他 本來沒有打算說 是你們逼我說的 是你們逼我說的 好 休息一會 全歸會 到這裡 又是我們 imagined美的 Если我已經是晚總 放在佛城市上 睡覺 買蟡 的話 真的 ён 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